好 好 这个叫 谢谢 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 刚刚我们在接的时候 有很多段话可能会发生 很可能这个棒子就掉下来了 或者是说 我必须慢下来 因为他没有预备好 就必须站在这里等半天 他就把他手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他把手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我才交给他 所以在这个交接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 没有想到的这些的情况 都可能发生 那我们在建立团队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有人可以接这个棒子 对不对 那我们在接这个棒子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教会的主任牧师 需要找人接棒子 我们在每一个团队里面 我们都可能要接棒子 那这个 这一个关键 就是在这个传承的关键 传的人很重要 成的人也很重要 那你们觉得 传的人有什么很重要 有哪些地方传的人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讲传承嘛 对不对 建立团队很重要 最后一个了 我想大家一起想一想 你觉得传的人有什么东西 这很重要 蛤 大圣 有棒子 他要有棒子 他要有东西可以传 对不对 所以要有棒子可以传 这很重要 还有呢 传什么东西很重要 好 对就是这个棒子很重要 还有呢 他要愿意传 对不对 愿意放手 你不能给他 他在手上 你也在手上 对不对 好 愿意传 你愿意传 还有呢 还要跟他跑一段 对啊 陪着他这个是有经验的 对 要陪着他跑一段 跟着他速度 让他接下来 能够速度 能够跟你一起 所以你不需要卖下来 而是要带他 让他能够跟着上你 好 那还有呢 在同一个跑道上 他还跑了 你要有同一个一项 同一个使命感 对不对 不是你传给他以后呢 他转个歪 就往左边转去了 非常好 他有没有 那接的人呢 成的人有什么很重要 成的人怎么样 要预备 对不对 他不能够你交给他的时候 他没有接好 他就掉在地上了 那或者是说 他接的时候呢 他速度没有跟上 他明明后面 这个传给他的人 跑得很快 可是这个人呢 他各方面都跟不了 他没办法跟他一起 跑一段路 所以这个是接的人 对 所以他要愿意接 他愿意接 而且他要预备自己 他就知道说他要接的是什么呢 他也要知道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 走在同一个跑道上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传承 我想大家都很聪明 对我们都举意反三了 如果你要建立团队的话 双方都很重要 那你觉得 这个 像我们讲建立这个团队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观念 在这个时代里面 就是因为团队的观念是 是必须长时间去cultivate 需要长时间去培养 因为我们是反文化的 是反的 就是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东西 他就是against time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越来越久 不知不觉 其实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是 强化我们的个人 越来越膨胀 我们个人是越来越膨胀 所以这个东西就成为 我们在建立团队的时候 一个还大的一个致命章 也是一个各个团队里面 最大的一个主力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建立团队的人 或是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被人建立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先行查一下 自己就是这个自我在我身上的力量有多大 如果当我们团队发生问题 其实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出在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问题 所以婚姻关系也加上 婚姻关系是一加一有等一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不对 那就是出在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你一加一就不等一 就没办法好谈 那今天我们如果是五个人的团队 是十个人的团队 是一个整个教会的团队 就更需要更多 我们是要认识 我们要去 against the tide 去查一下自己 当团队发生问题之后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 在这里掌权 所以就影响了这个团队 那如果说要让大家有这个团队的观念 要有这个传承的观念 我想要从小的时候开始 从教会的青年年开始 就我问一下在座的父母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觉得要找一个 因为我们都在说 人间的人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了 我们的会议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原因都是出在我们的文化 一直在强化 一直在膨胀我们的自我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在照顾你们做父母的 年轻的父母 你为孩子我举个例子 你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他 你在做父母的时候 一论你的小孩子要学一项技能 运动的技能 你会给他挑什么 叫他打哪一个球 或是学什么样子的运动 足球很好 sucker 很好 还有呢 游泳 还有呢 我们做国人很流行 羽毛球 或者 网球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妈妈 来问我的时候呢 我都跟她们讲 我说 我说如果我还有孩子 我还要重新选择的话 我过去也是这样 我说即使我现在要重新选择 我说我还是要让我的孩子去参加 不管是sucker 还是棒球 还是篮球 还是排球 我希望他们参加的是团队的运动 我的小孩 我的孩子 六岁跟四岁的时候一起把他们送去 第三个 我们四岁的儿子 他球门他都不知道 没有这个概念 他跑出 跑到那个球旁边 他就开始一直开着那个球 然后呢 他把他踢 他就往前 踢到别人的那边去 他没有这个概念 可是他在从四岁开始 他就学到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能的可贵的一个功课 就是他要顺服他的教练 他所有的这个荣誉呢 是他的他的队 他的team的荣誉 来作为他的荣誉 不是他自己 他的团队赢了 即使他做矮凳 他没上去 他也一样的高兴 这就是训练 cultivate 做我们孩子的 那你要学一个学一个乐器 我们有些孩子很喜欢打鼓 我们教会是可以可以打鼓 虽然很少打鼓 但是呢 这个有些孩子就现在很喜欢打鼓 那我说呢 如果人来偷跟我讲说 师母 像我们孩子学义器 教会可以用服饰 服饰教会的音乐清白 那就是我们教会学钢琴的很多 我要找到一个好的事情 找不到 因为很多的时候呢 学乐器的人他太单独了 所以他不容易融在一个团队的里面 所以打鼓的人也是一样 为什么打鼓 因为我们很怕打鼓的人来 因为打鼓的人呢 他就是完全是 他自己是个明星的 所以呢 他就哇哇哇哇哇 所以我康康啊 他就根本就不注意别人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那个鼓声音太大了 我我我我你 我们都没办法控制 所以我说如果你要到教会的 我们就进来谈谈 你要做 percussion 要做这个鼓手 这个 这个打鼓乐器的球 我说你必须先在高中的乐团里面 在classic siphoning 或者orchestra里面 你先受个训练 我不要去找那个 打那个高伟乐的 因为他太明星式了 对不对 他没有那种团队的观念 但是你看一个 一个 一个 好的percussion 那他是 非常注意 说在这个pizza的音乐里面 我什么时候 我该打什么样的乐器 我非常专注 那个指挥 或者是别人打音乐到什么地方 我有时候要改打大鼓 有时候我改小鼓 有时候我只要叮叮当当 有时候只要稍微 敲一下子 就这么那个声音而已 所以我说今天你要 你要愿意干预 你把这个打鼓乐器 你愿意干预 做音乐里面的那个 那个pepper 跟salt 没有人看得到 人家看到的都是肉 对不对 而你你觉得你那么重要 可是你其实只是 那几粒胡椒粉 你不敢 干不敢行 这是一个团队 今天我们要再去找一个 传承的人 你要找那个成的人 很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一个 什么样子的人呢 找一个 有异乡的人 有见识的人 要找一个有这个 性格美好的人 性格美好的人 那性格美好的包括 顺服 但是同时 他又有领袖的 这个 有这个 有领导力的人 有leadership的人 然后呢 他是一个 有耐力的人 他有个稳定力的人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那种稳定性 所以我今天呢 做招待 我过了两三个月以后 我去做project 看一看 我又觉得这没什么意思 然后多一次我去参加 博学品 哎呀这个也好 也不够深入 哎呀就跟巫师说 我可不可以带茶巾 对吧 我们就没有一个稳定性 就表示他里头 没有一个主心 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跟神之间没有一个 他没有一个一个一个 呀 对 他经不起拓折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耐力 没有endurance 那另外我觉得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在找传承的时候 这个人呢 他需要有这个capacity 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越来越难的 这也跟我们养孩子 跟我们的下一代很有关系 因为这个capacity 这个度量 能够承接重量的这个capacity 越来越少 所以我不容易得到 不容易有挫折 我不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评 我没有那个谦卑的心 想要寻求长进 我觉得我已经够好了 因为大家每一个人的自我感觉 都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传承的时候 这是一个long 这是一个不是说是在某一个moment 我们在那里做的事情 而是整个教会 甚至结合家庭 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长时间的 一个建造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教会才能够有传 而且有成 这样子这个传承才能够接得下去 所以 体训也很重要 Document也很重要 这个Document我最后只讲就是 这个保罗协列提摩泰的书信 写得这么具细迷迷 对 那今天我们要 刚刚余丁东讲的我们教会里面 我就希望说 我们能够踏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 我们来继续往前 所以有一个这个做门徒训练 或者传承的一个四个字的口诀 我想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第一个就是 我说你听 我说你愿意听 不要我说你也说 我说你听 对 你做学生嘛 我说你听 第二个 我做你要看 不要没有在心里面 跟着我看 我做你看 细心的看 做你记得看 放在心里面的看 祷告的看 然后呢 再 你做 我看 先不要你说我听 你先做 你做给我看 所以表示才会知道说 你我讲的 你听进去没有 我做着你看到的没有 然后你要先做给我看 最后才是 你说 我听 这是个传承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就着我们传的人呢 我觉得有一个 我们彼此的一个提醒 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 都到了这一辈人 我们需要传的时候 我跟年轻人一起服侍 我非常鼓励他们创新 我不喜欢女子 我说什么 你只是做什么 我希望你创新 你要从神的 有直接的inspiration 因为我们每一代人服侍 每一代人 都有不同的挑战 对不对 我们不是要一个robot 我们是需要一个活人 来承接圣职 所以这是 要有点分享 问题吧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 还可以吗 鱼圈还有点时间吗 那个 让我回答 有弟兄姐妹家庭遇到问题 不能解决 如果我回答问题 好 因为都是急性的 好 万一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 好 我先跟你们举功 好 抱歉 这个时候 不能知己知彼 好 有第二姐妹家庭遇到 不能解决 来找长老 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呢 就是教会的领袖 不是各打 不是大胆 就是以清官难耐 加入世来回避 说一些不痛不痒 放弃四海 精准的话 有没有人最好入座了 令当事人很灰心 难过很失望 神是不是不需要教会的领袖 来做出判断和公义的决定 我想这个问题的问题 可能受了不少的委屈 觉得 需要有人做太大公义的决定 调解弟兄姐妹们之间 或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呢 是不是由这些难处中的弟兄姐妹 自己祷告自身自恋 你们觉得呢 正常教会的领袖 应该来处理家庭问题的举手 很少耶 大概五分之一都不到耶 真的吗 其他五分之四就觉得 弟兄姐妹有家庭问题 你就资格解决就好了 没有家庭 刚刚举手的是不是都是家庭 都是领袖还是都不是领袖 我觉得呢 作为教会的领袖 就是教会的牧羊人 应该心里要有这个准备 就是你需要面对弟兄姐妹生活上的难处 你这叫做牧人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 对于年轻的传道人的话 若是在我的牧区青年候选 我会 我逼着他们要去面对人家的家庭问题 我要知道你怎么去面对 怎么处理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踏进去的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都是处在属灵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只要解决属灵就好 人家怎么过生活就是 让他自己去面对神 但是就是有很多的 年幼的弟兄姐妹 他就是左右手不分 还有生病的这个羊呢 他就是没有力量自己去吃喝 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难处 所以我觉得做牧人 这是我自己觉得 但是神君彦可能没有教我们 神君彦只教我们 然后世经讲到 怎么分析剧行 怎么去学那些没有人需要听的 希伯拉文跟希腊文 但是神不知道我们 是来牧养祂的小羊 牧养祂的羊 我觉得做一个牧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 到底我们要管到什么程度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需要 我们要去问个大牧人 好 对不对 我需要管到他 但我不能不同意啊 我不能觉得五官情要 我不能够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关 所以我其实我到这么远 坐飞机的十五六十四五个小时 不管每天开Email WeChat 因为我们那边最近正好发生一些事情 我不能不管 说我远在千里之外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自己这样 这是我里头的事奉良心 让我觉得我们不能不管 但是呢 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判断和公益的决定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血肉肢体 我们也在人们里面 说老实话我们也很难办 所以当然这么多年下来呢 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经验 有一些的知识 就是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夫妻一同做辅导 我跟余依兄一定一起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找个家庭辅导的话 我一定要夫妻同心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姐妹 对人家的家庭问题 比较有负担 但是我说不行 你的弟兄一定要跟你一起 你才能够做家庭的事工 一定要两个人一起 然后另外呢 就是来接受辅导 或者寻导问题呢 我们绝对不只听一面之词 通常来的 所以第一个先来找的大部分都是姐妹 大部分有时候有弟兄 大部分都是姐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弟兄 再单独去跟那个弟兄谈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以后 全部都要两个人一起来谈 必须你们两个人愿意 一起来谈 我们才开始有这个辅导的过程 如果只有一个人来 我们就说 那我们只能 我们请弟兄 弟兄陪弟兄姐妹 我们只能说有人陪你一起报告 我们不能解决问题 我就很简单这样 好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好 好 我们是不是再结束了 我们要不要请 好 好 大家也各位 好 最后一两个问题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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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我们讲到 师奉神是我们的主业 其他都是次业 那么如何能够平衡 如果不是全职服侍主的话 如何能够平衡事业上面的发展 包括在事业上可能神也会有我们一些意向 还有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这样的意向 能够能够合在一起 我们常常讲平衡平衡平衡 其实圣经上 并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圣经上是让主举守队 让主举守队以后 其他人其实还是有秩序的 那我是觉得今天如果你带着职业来服侍主 跟你放下职业来服侍主 它的差别 一个是神有没有招你 因为神不招你 会服务一个特别的服侍 另外一个当然就在时间的使用上 全时间服侍主的人比较没有工作上的 那样子的占用 会让你更专心就是了 但是这个服侍的态度 我们都应该是一样子 知道自己的服侍神 所以我们得住了 我们几个很宝贵的身份 有好几个 一讲我可以讲十个 但是最基本的三个 第一个我是蒙恩的罪名 我永远是蒙恩的罪名 第二个我是蒙爱的儿女 我成为神的人女 我是在神的家中享受他的爱 那么第三个我是蒙昭做祭司 不是佛之君罪的祭司 我是要侍奉神的 那侍奉神是神跟每一个 祂的儿女们共同的意念 融我的百姓却好侍奉你 不是融我的祭司却好侍奉你 这就是融我的百姓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也是说 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圣洁献上 圣洁就是神所行愿 由于其侍奉你 神所当难过 国家福音第一章也讲到 我们这样从仇敌的手中 被救出来 就终身坦然无惧 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 所以侍奉神是每一个神的 你的责任 但是这个观念呢 这样子的态度是需要在教会 不断不断不断的教导 那弟兄姊妹知道说 好神喜悦的生活 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 事奉神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当神没有招我 把我放在职场的时候 我怎么样在职场里面 我接受圣洁 在我身上给我的训练 给我的装备 你在公司里面你要学顺服 对不对 你在公司里面你要学纪律 Discuit 你在公司里面 你有很多很多人际关系 你也需要学习神 所以主公人的性格 不是只有在教会可以用的 你在任何地方就可以用 特别明天晚上 讲到基督师一切的时候 所有的环境都在被塑造 所以我们当时 开开玩笑的说法 就是说 侍奉神是正业 所有其他都是父业 所以你不管是去当工程师 去当医生 去当律师 去当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养生 但是 这是我的职业 是为了让我能够有正常的收入 或生活 给养家 给养事丰盛 所以我在我的职场里面 我是天皇的使者 我也要带着使命去 你决定不能够说 我的职场是职场 教会是教会 家庭是家庭 你教会一分的时候 就已经错了 但是我不管在哪里 我都是为了荣耀神 我要在我的工作上荣耀神 我要跟世人不同 所以很多机会 都在工作的单位上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解释 我们也举办过职场特会 特别在中国 我们在几个大城市 曾经办过职场特会 我们就先发信给这些学员 说 在职场上 你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你们知道在中国 最大的挑战 排行管第一名是什么 潜规则 我连潜规则都没听过 还是请教中国大外来 那什么叫潜规则 如果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潜规则 你所有的环境都是挑战 来适应我们的生命 适应我们的信仰 适应我们在神里面前 我们到底在神里面 坚持什么才能的事 当神护召的时候 我就把工作放下来 我就说了 这些政策里面 没有太多 但是今天神的意味 要达到这一关 其实还是要相当长的 Education Process 需要一再的教导 一再有人做房价 像我们照会里面 现在很多日记 我姊妹都已经学会了 不去 就算有工作的机会 是要我常常加班 薪水很高 股票很多我们都拒绝不接受 我们应该只要有一个工作 是我可以正常生活 我可以正常侍奉 正常为家庭生活的 我应该要解 那你会说 基督徒太低观了 太消极了 应该贡献 我这样贡献社会 你贡献的这个社会 方便了这么多的东西 到底价值在哪里 你说我们的 你这么多工程师 都是一流的 谷歌很多的专业 或者是在苹果很多的 他们到最后 他们自己说 他说现在这种最新的产品 电子产品 最多product life 三年到五年 又换一天 又换一天 所有的产品一直在淘汰 可是 背后要出现一个产品 多少的工程师 几乎卖人命的 健康也弄掉了 人也长来 人家庭破裂了 就为了产生一个产品 让人用三年就不用了 值得吗 而我们基督徒是在这里 讲灵魂 讲救主 我们的kada 只有一个Jesus 太伟大的事情了 我们是君主的祭司 不管做什么 我是为人要死 我为人要把福音带去 神拆我到那个角落 我在工程师的角落 把基督律荣药传 神叫我做医生 我就好好做医生 我上次在乌克兰还在讲说 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般年轻人中间 有人说将来要当医生 在台湾当医生 是最赚钱的人生 他说 他说 我不光要做医生 我要做牙医 然后问他 为什么要做牙医 他说我可以跟他传福音吗 他嘴巴张开来 他不能讲话 我就在问他 一面弄牙 一面弄牙 一面弄他传福音 中间他束口的时候 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去去 拜拜 他才开始当牙医 他的能力 可以让他做心脏课 可以赚很多钱 他不是因为牙齿 那么多个心脏 只有一个他选择 他是因为传福音 心脏课 有一个颜柯医生 他的念光 不是那种圆圈圈 向上 打边缺口罩 他的念光是 圣经的经文 神爱事 甚至像他们 读生者设 对他在那边 认识完事的时候 也把经文念完了 所以他就可以跟他 圣经传福音 就是 By all means 显在这个世代中 好像灵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德 流出来 我就是要变大全力 我在我的公司里面 中间的公司 所有的中间的公司 没有一个 我没给他成功 这是神打发我们去磨续 我们不是在世界 炒一好饭吃 或是完全不磨 像我的大哥 他成绩非常好 那个公司 简直 把他当作 这个公司的摇钱树 他是学 Eucharist 他有生物诗课 有问题 他都回家有问题 别解决不了 我就送他去 所以全公司都知道 他叫JC 还是James 反正你看 他有一个名字 他说 他的神是真神 那些印度人 那些工程师 都是顶尖的 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都知道 Mr.Yu 他的神是真神 因为我都会在公司里面 就是为主做精神 碰到问题 很多人解决 都要一直去解决 所以到最后 全世界的New Korea 十个类型 你能挑到五百个科学家 五百个里面 再挑六个 再从六个里面 有英国的 有德国的 有美国的 他代表美国拿到第一年 唯一的奖是他拿到的 所以当他拿到奖的时候 他就写信给我爸爸 他说 爸爸 我要到旧金山来 你的奖设法 可以来看看 我爸爸以为 这是什么奖 抽奖抽到什么奖 他也没帮回事 只是想到何时 要来很高兴 等到我哥哥去 开完的大会 我们在那边 得了那么大的殊荣 然后 免了一个奖 像水晶杯 一样的球 回来献给到他 他说 谢谢他的养育 我爸爸才知道 原来我哥哥有这个成就 世界日报 专丹 有好几 三页 报他的消息 他拿到这个奖以后 不到两个礼拜 神呼召了 他就写的信息 我爸爸 跟我爸爸就见着 我爸爸 我爸妈很可爱的男人 他们只要知道 我有什么都不知道 走在神的路上 他们恶化不说 全力自成 所以我大哥跟他说